新闻最前线带您来到今天的立法院 立法院在今天展开二次临时会 而服贸协议虽然排入了一成 不过国民党坦言要在临时会过关有困难 加上民进党团要求逐条审查 并且召开公厅会 因此过关的可能性不高 台联党团反对召开临时会 主挠谈话会进行 三个人在议场主席台 和国民党众多立委肉搏 力补的新科立委叶金林 推击过程中紧抓麦克风不放 却把麦克风扯断 国民党立委排除阻碍 二次临时会确定召开 台联退席抗议 而民进党团主张 行政院长应该就红仲秋案大补强拆 在临时会进行专案报告 主张包括行政院长来做报告 包括大福包括金钟人权 这个要报告 还有反媒体农状法 我们认为应该要处理 还有调业委员会要处理 凡此总统都是要协商的 然后临时会怎么开 所以第一个想有序规则 要先讲清楚 国民党团希望核四公投过关 民进党团则要求庭建核四 尽管国民党立推福茂协议 但临时会通过的可能性并不高 福茂的话因为还要公厅会 还要委员会 还可能会协商 所以福茂大概不能期待 两个礼拜就把它过关 我想这个困难度非常高 当然我们尽力嘛 二次临时会总共排入19个议程 包括攸关军中人权的军事审判修法 公教人员年金改革等 未来临时会 朝野将有一波攻防战 新唐人演的电视 云家伟柳自营台湾台北报导